两个人几乎同时住脚 站在钦安殿丹池下 不言喻 乾隆又指了指西北角 那边 那一处叫重华宫 那里边曾经有个太子 在里边躲藏了十年 连老皇帝也不知道 自己居然还有个儿子 因为他的母亲不能保护他 别的嫔妃为了自己的地位 宁可皇帝没有儿子 会随时害死太子 直到他长成人 才有人告诉了皇帝 父子天性 那孩子一见父亲 就扑进了他的怀中 乾隆说着 眼中已溢满了泪水 又指南边 我那里叫养性殿 两百年前吧 明代第十一代皇帝 叫诸后赵 是个不务正业 荒淫无度的昏君 一个夜里 七个宫女用绳子 要何力勒死他 天哪 皇上 乾隆口角戴一丝宁笑 他们没有成功 黑地里绳子打了死结 你想想看 皇帝是什么样子 宫女又是什么样子 何卓是脸色苍白的 毫无血色 站立着说 皇上 您别说 别说了 我 害怕 乾隆镇静地拍拍他的肩头 缓重地说 我说的那都是 昏君当朝出的事 也已经过去几百年了 大清见及之后 只出过一件案子 就是 雍正初年 一个叫龙科多的军纪大臣 带兵闯进长春园 紫禁城 搜查工业 雍正爷一道指 就圈禁了他 这也已经过去五十年了 说给你听 是要你心里有数 这里 是天下四海万物的基书 不同于民间 更不同你家乡那般山清水秀 清浅明朗 警惕戒备邪 有好处 你是个一眼看透到心里的人 不会有人伤害你 何况有我在 正说着闲话 忽然隐隐听见 千秋亭北城瑞亭一带 有嬉闹人声 二人寻声望去 一带竹林挡得是严严实实 格林似乎有一群小孩子 捉迷藏的样子 有笑的 有拍手的 有叽叽呱呱说话的 隐隐绰绰的都不甚清晰 乾隆侧耳听了一阵 一边十集上着十阶笑说 这是财进宫的小太监了 在重华宫里听大太监调教 大概年节管得不严 都溜到花园子里来玩了 何卓氏说 小孩子爱玩的 说话间 学过竹林 果然见识十几个小孩 在空场上玩 却不是捉迷藏 大的约可十一二岁 小的只在七八岁上下 有的盘起一只脚 蹦来蹦去 撞着斗鸡 有的打陀螺 有的扯风葫芦 还有七八个人围成一堆 在看什么稀罕 乾隆看识 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监 爬跪在地下 在画着什么 孩子们谁也不认得乾隆 没有理会他们 饶有兴致地围着老太监 指指画画 七嘴八舌的议论 这是乾清门 这是慈宁宫 这是个女人 怎么没穿裤子呢 惊条条的两条腿 像个妖精 这人有辫子 是男人 也没穿裤子 有人立刻反驳 外头大闺女 也有留辫子的 你怎么知道是男人 那孩子指着话说 你看 他腿当中没弹 就有人接枪 你有弹吗 亮出来我看 一阵哄笑中 一个孩子问那老太监 喂 高峰子 你承日画的 都是什么玩意儿啊 是男是女 说 乾隆这才留意 承瑞亭前 这片砖地上 到处都是画 有公雀楼门 也有男女人物 歪斜扭曲 甚无章法 有的画痕 新旧重叠 有的已被脚 踩得漫幻不清 刘欣看的老太监 约莫六十岁左右 发便散乱着 后脑勺沾得渣似的 前额的头发 足有三寸多长 垂落下来 遮了半边脸 手里捏一片 裁缝画线用的滑石 直勾勾的眼睛 看着地 抖着手 歪歪斜斜的画 刹那间 乾隆觉得他面熟 寻思了一下 又摇摇头 一个孩子大声叫道 老不死的 不说话 尿他 这话立刻逗起 一群人的兴头 连散在一边的 小太监也凑过来 大家撩跑 解裤子 掏出小鸡鸡 站得远远的 弩着劲儿 骑向老太监身上 吃尿 老太监 顿时头脸身上 淋淋淋淋的 都是尿支子 大冷天 这般恶作剧 乾隆本来微笑着 一下沉了脸 正要喝止小太监里 不知谁喊了一句 秦公公来了 轰然之间一起 如鸟受散 撒鸭子跑得一个不胜 乾隆转身 果然见秦妹妹 大步过来 知道是太后到了 不等他说话 扯了何卓氏回身 一边走一边吩咐 这是哪工的太监啊 有病照长份医治 这样子是什么馆战 叫人给他剃头换衣裳 还有 这群小混蛋 谁管的 这么做见人 没教养的 跟慎行司说 连管带太监 每人赏五孽条 这老太监 原来在哪工事后啊 朕瞧着见过他似的 乾隆一边说 秦妹妹连声答事 小心掺着何卓氏下石筋 又说 这高峰子是老人的 仙头在雍和宫 跟主子书房 事后比墨 主子登吉他进来 那时候 还是高大雍主事 他满得意的 跟了仙头主子娘娘 又跟了现在的主子娘娘 又跟纽贵主 不知怎的 跟高云丛犯了身份 说他偷宫里头自画卖 打了一顿 念到北武所扫院子了 那年皇上南群回来 本来他还能回 楚秀宫当差的 不知怎么的就疯了 任谁见了不说一句话 就趴地下画画 多少年了都这样 别的奴才就不晓得了 乾隆一边听他说 心里忙着 一时却想不起来 眼见太后 从昆宁门那边过来 陈氏和二十四附近 一边一个掺架着他 颤巍巍地向钦安殿走 后头跟着一群太监 忙抢步迎上去 带乌雅士掺了太后 笑说 不劳生授二十四审 这么早的就进来 给老佛爷请安了 老佛爷今儿好兴致啊 儿子就说 带何卓氏过去请安的 刚刚接见过 几云和于敏忠 说得头昏 就说也到园子里来的 听您老人家也来了 这可不是母子天性吗 太后笑说 我还成啊 今儿起得早了点 你二十四审送进来的高里打高 虽说好用 怕刻画不动 停了时 就出来走动走动 走到这里 竟还不觉得腿疼 还叫你二十四审掺吧 你也六十多的人了 这里洋地里暖和 又没风 叫他们搬春凳子来坐着 晒暖说话 再去扰何卓家的去 他说着 何卓氏已经行过了礼 乾隆一叠连生命 少要花 去传一纸 何卓氏 这是二十四审 你蹲个万福礼吧 于是众人忙碌 有的船只 有的布置官房 撵去闲杂的太监 开店门搬春凳的来回乱窜 凄净的园子历时喧闹起来 乌雅氏方才和乾隆交接之间 已被乾隆暗中在腕上掐了一把 见少要花是个太监 不禁隔得一笑说 少要花 真好名字 又忙向何卓氏还礼说 荣主 您是主子 我是奴才 没得折了我的黄粮 老佛爷您瞧瞧 荣主娘娘这衣裳 这模样 比波斯国进的那个美女牧羊图上的画的 还标致漂亮呢 呀 这么着办出去 那可不是个波斯观音 太后笑着点头 由乌雅氏来掺 乾隆的手又不老成一次 乌雅氏只陪着笑 臣氏也笑 太后却是毫无知觉 见抬来了紫藤春凳 由他们扶着坐下了说 方才内务府的那个叫赵什么来着回我 说和珅在山东又送进来三百两金子造发塔石 这事我本来无所谓的 既快造成了也就罢了 宫里连二三钱种的金条羹子都画进去了 下头底座用金银掺和两脚交出来 皇帝咱们是天家 自家屋里这些不吉之物 马虎一点也无碍的 你就下纸 别那么赶了缝隙的搜罗了 好吗 乾隆陪笑说 儿子盯着了 母亲太减省了 这发塔并没有动用国库的金子 纯是儿子自己的一点孝心 母亲说的是 下头底座可以用金银合住 记这么着 少要花传指给王莲 和珅送来的三百两金子 用三十两打一百把金钥匙送慈宁宫 余下的画进底座里 不再征用金子了 阴见乌雅士用帕子捂着口笑 问道 婶子笑什么 乌雅士笑得胀红了脸说道 回皇上奴婢还是笑少要花这名字 这么个马脸太监 黑不溜秋的 喊个少要花 跑得狗点尾巴似的 还少要花呢 陈氏说 婶子王府的太监 是先帝爷留下的 名都不怪 你见的多了也就不怪了 武叔府里的几个太监 有的叫狗屎 混账行子 王八蛋什么的 先头老刘统勋府里赏的太监 还有一个叫做狗娘养的 有一回 武叔吃菜 味道不好 发脾气 拍桌子骂 这菜怎么做的 混账行子 王八蛋 两个太监吓得一起跪下 苦巴着脸说 这不干奴才们的事 是狗屎去厨房交代的 话音一落呀 历史众人笑成一片 十几个宫女叽叽咯咯 笑得东倒西歪 太监们弓背转身 咳嗽打跌 只有何卓士没有听懂 睁着一双大眼睛 微笑看众人 乾隆见母亲一手端着那碗 笑得浑身乱颤 忙掏出手巾 上去照料着开示 陈氏一边给太后捶背 浅笑着说 是我不好 看老佛爷呛着了 笑了一气 园中气氛已不思安坐时 那般宋母 因说起元宵关灯的事 有头脸的女官 宫女也来凑趣 有说在御花园 扎个大龙灯的 有说在慈宁宫设架灯棚的 有说叫宫里太监 采高桥 扮百戏耍子的 汉传花叫武灯的 再放出巷 迷路 那井志在外头 也是万万没着眼福 乾隆笑说 紫禁城赶进来一群野兽 那成什么光景 这御花园 要涉严款待百官 欠庄重了也不好 倒不如索性 圆明园里去 宝月楼西海子边那片空场 叫内务府弄热闹起来 又宽敞又展样大方 这么着可成 太后听着 都笑着摇头 公园里不论怎么摆布 都得不了真气 他们跳啊舞呀 一想都是些太监 出来花哨样子 想笑也笑不出来了 这里出去到正阳门 是北京城最热闹的 先帝爷年轻时候 带我去看过花灯 那焰火爆竹 那银山火树 那戏 那人 宫里头 怎么也装扮不出来呀 先帝爷给我们 都是用轿车 玻璃窗户上 看了半夜呢 他眼睛向前方盯着 有些昏暗了的同仁 放出喜悦的光 像是憧憬当年风华 又像凯探时光 一世四川 唉 五十五年 没再见那景致了 乾隆也被他的情绪感染 笑着说 老佛爷既有这心情 儿子当得巴结孝顺 先帝爷能让您看灯 儿子为什么不能 索性就大热闹一回 通告京师百姓 我陪您上正阳门关灯 皇后 贵妃 妃嫔 还有 他瞟一眼二十四附近 亲王 郡王 贝勒 贝子 福晋 都上堕楼上 百官严严 就设在正阳门内 这么着 百姓们谁不要来 瞻仰观光 越发的热闹了 太后喜道 感情是好 这叫与民同乐 今无不尽 是盛世景象啊 只怕人太多了 挤坏了人 古词里说的拍花贼 也最爱趁乱热闹 怪人家孩子的 乾隆笑说 这个不爱 李世饶是做什么吃的 叫他着意防护 保驾就是了 说着 见太后微笑着 哈瑶起身 便说 还是陈氏和二十四审扶着 咱们看花房里的花去 一众人等又纷纷起身 由乾隆陪着 簇拥着太后向西行 却不由石阶原路走 沿西门内 漫坡石鸾涌到上北 绕承瑞亭 顺真门 到伏壁亭 一路沿花房 隔玻璃天川看花 款步到万春亭北 乾隆一眼 看见了高韶要回来 身后还跟着王八尺 匆匆地往这边走 便知前殿有事 果然见高韶要对王八尺 说了句什么 王八尺站住了脚 乾隆见高韶要一脸善笑过来 趁太后何卓氏 二十四附近和陈氏 正去着眼看里头的 平地一生梅花 趁步过来问道 有什么事 高韶要小声说 傅恒公爷 轰了 福康安进天街报丧 现在军机处后纸呢 乾隆脸上的笑容 像被骤然袭来的冷风 激了一下 立刻僵住了 凝固了 尽知必有的恶好 尽知就这几天的事 乍听之下 心里还是轰然一声 仿佛塌陷了似的 沉落下去 惊征一时 方才回过神 匆匆吩咐说 让王八尺叫当职军纪大臣 带福康安到养心殿 朕这就去 船只叫李诗饶 也进来见朕 他又站着 略定定心 转身回去 见花公太监 正捧一碗 王丰蜜汁献给太后 便命 你先喝一口 再见太后 打蝶起精神 笑着又说 老佛爷 前头又叫儿子有事了 不能陪您尽早善了 你们只管过去乐子 何卓氏 还有拿手的西域舞 给您斗闷子的 儿子这就去 要有空呢 再进来陪您 要不得闲 晚上再过去请安 何卓氏小心 侍候着点 二十四审 轻易不进来 多陪一陪老佛爷 也要去见见皇后 晚了就不必回去了 臣氏照料着点 太后笑着白手说 你忙你的去吧 还有人敢委屈我了 乾隆拿捏着步子 出了御花园 一程明皇软轿 已等在昆宁门北 匆匆几步上去坐了 轿子一缓 以急速前行 迎头到楚秀宫门口 笔直地涌向南头 养心殿垂花门口 看得清爽 几云已经到了 何一身白啸的福康安 都贵福在门前 接下迎驾 乾隆下轿 只看了一眼 浑身颤抖的福康安 叹息一声说了句 进来吧 便静字进殿 王八尺 王莲 忙着替乾隆 除下皮袍 茶位急上 几云在前默默引路 福康安 量枪驱步 已进了暖阁 感谢观看 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